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手滑晒出一张照片 谁知借上人影出卖自己 这要公布恋情 王一博是一个不经常发动态的男明星 但粉丝数量却在持续上升 也是这两年最具有价值的一位男艺人 无论是在影响力 还是各个方面都排在第一 让许多同龄艺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可不增想王一博这次却办了一件事情 被粉丝拉出来讨论 那就是他在网上晒出了一张手戴戒指的照片 不知道照片到底是想要绣手上的戒指 还是要绣手服的香水 因为看起来这两件物品都是价值不菲的 而且在王一博这里能够完美地凸显出他贵族的身份 别看他是一个出生在普通人家的孩子 可从现在他在圈内的知名度 各个方面完全想象不到 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够在圈内混到顶流的位置 至于这次他手滑晒出的这张照片 也被粉丝剖析来看 毕竟王一博不经常发动态 所以在这方面粉丝还是会有研究的 谁知他无意手滑晒出的这张照片 竟被戒指上的人用出卖 要知道金色的戒指会反映出给他拍照人的影子 王一博这里也并不例外 他在拍照的时候 戒面上直接映衬出给他拍照的人是谁 不少人在看到是一个女孩后 直言 这是要公布恋情 从戒指上的人影来看 拍照的女孩双手捧着手机 单从动作来看就能感受到对这次拍照还是非常重视的 而王一博的小手就扶着香水瓶子 不敢乱动 直接感受到他柔情似水的一面 比起平日李直男的性格 此时此刻的王一博真的太过温顺 因此粉丝在看到这个画面后 一时竟不知道该羡慕谁 因为王一博摸着的香水价格很高 而且整体的摆设包括小配饰 价格也并不便宜 可更多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拍照的人影身上 明眼一看就知道是女孩 也引起了粉丝们的互相猜疑和妒忌 毕竟王一博年纪还非常小 才23岁 如果这个时候谈恋爱 对他事业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好在粉丝们都是非常理智的 也希望王一博能够找到幸福 因为追星并不是摘星 粉丝在这方面还是很尊重他的 王一博是重情重义的一个人 之前他面对媒体说出了不少自己的择偶标准 生活中他喜欢的女孩是随处可见的 因此就算谈恋爱也并不奇怪 也在粉丝能接受的范围 所以王一博如果真的有好消息 也希望他能够早日宣布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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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